大半年前我开始拍视频 很多观众就问美国人到底收入有多少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多少 首先说一说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怎么算出来的 对于个人来说 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你所有的收入 减去你要交的税 这个收入包括工资 公司发的奖金 你如果是个人开小公司 例如开个餐馆 你开餐馆的收入 也包括一些如果有的话投资收入 还有退休金 也包括政府的补贴 但是对于一个集体 例如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可支配收入 是总体算出来的 就是这个城市的或者这个国家的 总共的可支配收入减去所要交的税 所以国家的可支配收入呢 不是每个人可支配收入加起来算出来的 这是为什么可支配收入呢 各个国家都公布了平均可支配收入 没有公布中间数 因为从这个总和里是算不出中间数的 很简单 从这个总收入除以有多少人 那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在算人均的时候的话 如果一些人收入特别高 举个例子 一个人收入上亿 这个人就会把很多人的平均数给拉上去 这是为什么在算收入的时候 平均收入一般都比中间数的收入要高一些 那么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呢 我呢最近几天呢查了资料 找到了美国2021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55,000美元 我查到的是美国路易斯联邦银行 他们的在官网上的数据 我给发到这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看 如果按地区分的话 美国有些州 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几个州呢 是马省康州等 这些州呢 基本上是7万左右 人均可支配收入7万左右 7万的话 举个例子就是说 你一家三口 可支配收入一年是21万的话 就达到了这个平均数 全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是55,000 所以如果一家三口的话 在美国可支配收入是16,000,000的话 也就达到了美国的平均数 下面我再讲一下 可支配收入里边 这个收入包括了一部分的是政府补贴 在美国的补贴呢 都有什么呢 简单介绍一下 对于有些收入比较低的穷人 政府发布的有食品券 食品券呢 食品券呢 相当于就是给穷人的用来买食品的 这些和现前一样 你如果买食品的话 和现前一样 只能用来买食品 我查了资料 美国有12%的美国人在接受美国的政府发布的粮食券 这个粮食券呢 一般来说平均一个人呢 100到300美金之间 根据你的收入不同 政府的补贴呢 还有其他 例如医疗保险 奥巴马医保以后 人人都需要买保险 所以有些穷人的医疗保险 政府有补贴 还有呢 就是其他的 例如有些人呢 因为经济困难 住房呢 政府提供了补贴 应该还有其他的补贴 这是几种常见的 总体上来说 美国的人均可自备收入 就是把所有的收入加起来 减去要交的 各种税 美国的税呢 有联邦税 州税 还有地方税 另外还有退休金税 在美国称作social security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有什么问题的 请提问 大家一起来讨论 谢谢观看 请关注点赞我的视频